HELLO 大家好,我是Casey 現在呢,我正在用熱騰騰新出的Sony新機 來錄這支小電報 經過幾天下雨之後,終於放晴了! 但是呢,前幾天真的是冷到不行 我真的很難想像五月還會有這種溫度耶 好啦,我們例行性抱怨完天氣之後呢 就要進入正題啦 最近我在找小電報素材的時候 全部都是Google I.O.相關的新聞 大家有跟到Google I.O.的直播嗎? 如果沒有,也沒關係 秦子有做了一支Google I.O.的快訊 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那支影片喔 所以我們今天就先不介紹Google I.O.啦 今天就先來聊點別的東西 但是呢,也是跟AI有關 就是比Google更早發表的GPT 4.O. 不得不說,我看到那個展示真的是被驚驗到 這支的GPT 4.O.呢,就是從GPT 4.O.升級的 這個O,代表的就是Omic Model 更加全面全能的模型 OpenAI呢,宣稱GPT 4.O.這個最新模型 可以更好的消化圖片 影音短片還有文字 還可以透過語音跟人類即時的互動喔 發表會的展示短片中呢 就可以看到GPT 4.O.可以直接充當一個翻譯 這個功能真的是超級實用的 每次他在英文說的東西 可以再重新再重新嗎? 當然,我可以做的 我們把這個翻譯瓶滑走 除了翻譯之外呢,GPT 4.O.還有視訊功能 可以透過人的表情變化還有語氣 來判斷使用者當下的狀態 你也可以請他幫你算數學啊 或者是給你一些意見 還可以充當視障者的眼睛 可以猜猜我們在這裡做什麼嗎? 嗨,Bowen和Jordan 讓我猜猜 那些蛋糕和香蕉 看起來好像有人在生日快樂 你在祝福一個特別的日子嗎? 還是在找個答案吃蛋糕嗎? 反正我也興奮 如果你在對話期間打斷他 問他新的問題 AI也會依據修改過後的答案 來給你新的回應 整體看起來呢 這次的GPT 4.O.變得更加的人性化 可以進行即時又自然的對話 還可以捕捉並且模擬情緒 而且呢他也會記錄對話 所以使用者跟GPT 4.O.的聊天就會有連貫性 不需要每次開的時候又從下指令 使用上就會更加的可制化 這次非常人性化的 除了GPT 4.O.以外呢 OpenAI也是喔 這麼強大的GPT 4.O.可以免費開放給所有的使用者 不用付費就可以體會到這麼強大的功能 真的是感恩OpenAI 讚嘆OpenAI 接下來來到我們第二則新聞啦 跟我們的生活更有關係 就是兩大外送龍頭平台竟然要合併了 是由Uber Eats並購Fu Panda 真的是完全意想不到耶 當初看到的時候還覺得超像假新聞的 畢竟在我們一般民眾的眼裡 這兩個外送平台就是一直在真大哥跟惡哥的位置啊 沒想到有一天竟然Fu Panda會被Uber Eats並購 但是呢這個消息真的不是假新聞 在5月14日的時候由Uber Eats正式對外宣布這個消息 預計在2025年的上半年完成並購 但是這個併購可沒這麼容易 這兩家外送服務的市場呢 如果合併之後市佔率會高達75% 外送服務就會進入一家獨大的時代 所以可能會在公平交易委員會這裡卡關 對於這次的併購呢 Fu Panda台灣表示 協議還需要交由公平交易委員會等主管機關審核 在審核完成前呢 Fu Panda各項服務皆維持不變 有新聞就寫到如果這個併購按完成交易的話 就會是台灣有史以來出的半導體產業以外 最大的國際併購案之一 不知道大家是怎麼看待Uber Eats併購Fu Panda的喔 身為一個消費者非常不樂見這樣的情況發生 因為這樣我就不能再被其中一個氣到的時候 去用另外一個了 唉 任人宰哥的感覺真的很差耶 還是以後不要叫外送了 下個月就是WWDC啦 在推出iOS18之前呢 蘋果先推出了一個iOS17.5來預熱 大家都更新了嗎 除了iOS更新之外呢 iPad也有iPadOS17.5的更新 這次iOS的更新 主要是放在一些新功能跟錯誤修正上面 共計19項 畢竟是小電報嘛 所以就沒辦法一一跟大家分享 所有我的錯誤修正跟更新啦 所以就挑個幾個有趣的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一個要來跟大家分享的呢 是一個看得見的改變 就是推出新桌布啦 這次的桌布主題呢 是跟LGBTQ社群文化致敬的 驕傲光輝桌布 我個人是覺得還蠻好看的 因為開關螢幕的時候 它都有一些小改變 然後桌布上面呢 還會有一些光影的變換 看起來真的是蠻有特色的 而且除了iPhone可以使用這款桌布以外呢 Apple Watch也有這款桌布喔 第二個功能 全新的iPhone維修模式 這個功能呢 主要是讓iPhone在維修的時候 不需要關閉尋找我的iPhone 讓用戶在送修手機的時候 可以更放心 另外呢 在桌面小工具上面也有一些更新喔 像是Apple Podcast 現在在播放的時候 會根據Podcast的設計 來更改背景顏色 在天氣的部分字體上面也有一些小調整 另外一個比較值得一提的呢 是iPhone支援網頁側載安裝應用程式 但是這個功能是只有歐盟限定 希望之後其他地區也有機會推出啦 不過也是有一些災情傳出來 像是就有Ready的網友在討論說 它已經刪掉很久的照片 不知道為什麼在更新17.5之後 又突然跳出來了 你是一個可以更新就馬上更新的人嗎 還是會先觀望一下災情呢 反正17.5只是開尾菜啦 接下來就讓我們期待WWDC吧 以上就是今天小電報的三則新聞啦 我自己最有感的就是Uber 因為業界要賓購Fu Panda那一則 難道外送服務真的要走到壟斷的時代了嗎 Google I.O.這次也是真的推出蠻多的AI新功能的 可能真的有被OpenAI威脅到了嗎 畢竟也是有傳聞說 OpenAI可能會推出自己的搜尋引擎 大家對於這場AI爭霸戰又有什麼看法呢 以上的新聞都歡迎大家一起在底下留言討論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在離開前可以給個讚 我是Casey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